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约伯说 主啊我曾经风为有祢 如今我亲眼见祢 今天早晨我们说 主啊让我们能够在今天早晨来遇见祢 也被祢的神圣灵来遇见 开我眼 等一看见祢的荣光 与我主面对面 开我耳 等一听见祢的声音 使我领悲更新 我江口 向祢祷告呼求 今生经历祢的真实 祢同在 祢心上提升我 用祢大能来触摸我 祢是有诚有佛的救助 心在尽在 以后永彩 祢尽为相复于祢的全能 祢拥有我们生命的答案 请眼见祢 不知是风吻有祢 求着你我心中眼睛 直到这恩赵 有何等指望 请眼见祢 不知是风吻有祢 甚至你同在永不离开我 从来清醒向前走 祢开我的眼 开我眼 得以看见祢的荣光 与我主面对面 开我耳朵 得以听见祢的声音 使我灵杯更新 我掌口 向祢祷告呼求 请神经历你的真实 你同在 你心向地神我 有你大人来触摸我 你是有诚有佛的救助 喜来亲来的真实 你拥有我们生命的答案 你拥有我们生命的答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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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啊 赞美你的同在永不离开我们 感谢神我们今天又在这里相见 欢迎你加入在祷告大军的行列 我不晓得我们中间你的教会是像有团契吗 有小组吗 在教会的团契或者小组里头 我们弟兄姊妹彼此相处的状况到底如何 这里我有一个圣经里面很早很早以前的一个小组 这个小组如果我用一个现代的版本来说 这个小组有一个弟兄 他是资深的弟兄 他曾经做过教会的执事会的主席 但是他家里头发生了变故 他的名字叫做约伯 所以有这么一个小组长带着他的组员 他的组员有谁呢 这个组长叫做以利法 他的组员有一位是叫做比勒达 另外一位是叫做索法 再加上有一个第一次参加小组的 叫做以利护 他们听说约伯 他家里头发生了极大的变故 他的公司原来是非常的兴盛 但是一下子这个欧债危机来了以后呢 这个公司被拖累就倒闭了 然后他的儿女 大儿子跟小儿子带着他们的这个妻子 在外面旅行的时候 整个车子翻到山谷的里头 他的儿子 两个儿子跟他们的家人全部都葬身在里头 妻子因为这个缘故 就得了忧郁症 然后把他送到医院的时候呢 没有想到这个约伯 他就在医院里头昏倒 把他拿去检查呢 发现他得了癌症了 现在约伯他正在化疗 好 我现在只是用一个比较现代的角度去讲约伯 他在差不多在四千年前所发生的事情 我为什么要用这个现代的角度呢 是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读约伯记 我们觉得他非常的遥远 跟我们的生活好像也差很多 但是其实在那个时候的光景 这是一个小组 小组里头有很多的不愉快的事情 但是他们这个小组 他里头的特性 他里头的生命 其实跟今天你我所知道的一个小组 教会里头的小组是非常类似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见 这个小组有什么样子的一种光景呢 这个小组他们有共同的信仰 因为他们都相信耶和华上帝 第二个 这个小组里头他们都有非常美好的灵性 为什么呢 这几个组员包括约伯他自己遭遇 这么大变故的 这几位呢 他们其实都是相当追求的信徒 还有呢 他们都非常热心的服侍 热心到一个地步 他们听说约伯他家里头发生了这样子的变故 他们来看他 陪着他一起在旁边进食祷告七天七夜 所以你看 他们彼此之间是多么的尾声 他们多热心在服侍的里头 而且很重要的 他们每一个人 包括组长 包括他们所探访的 这个参与探访的组员 跟被探访的对象 就是约伯 他们都有相同的信念 这个信念是什么 很简单 这个恶有恶报 善有善报 所以他们的信念都是一样的 然后呢 我们也看见这个小组其实是很尾声 虽然约伯在这个过程里头 他们 他 被这个 他的组长跟其他的组员 就指责他 你一定是犯了罪 你才会遭遇这么一连串的变故 而且好像是上帝特别安排 让这些事情一件件临到你的身上 所以你一定要来到神的面前认罪 但是约伯 他非常生气 他说我怎么样寝查 我都不觉得我的身上有什么样子的罪 我看我的过去 我看我的现在 我每一次我总是 都是好好的带到上帝的面前去对付 多年以来 我都是非常谨慎的活在神的面前 我不知道我有什么样子的错 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 虽然他们在一种争执的里头 他们的意见不一样 甚至他们讲话的彼此的 那个论述的里头都充满了火气 但是他们没有中间任何一个人说 我不要再跟你谈了 你不可理喻 佛秀而去 没有 可见他们每一个人对这个小组都相当的尾声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 在约伯记里头所讲的这个小组的生活 大概有这样子的一个特性 有个特点 但是问题是这个小组有难处 就像我们今天说 在教会里头 我们有团契有团契的难处 小组有小组的难处 这个有难处 有什么难处呢 他们因为服事 看法不同而有冲突 第二个他们因为关系非常的紧密 而开始有彼此伤害的状态 所以你看 这会不会跟今天的教会很像 今天教会没有一个人 加入教会的目的是为了要伤害教会 每一个人到的小组 到了教会里头来 都是带着善意 都愿意在这个过程里头提供自己一份能够让教会更加的美好 让小组更加的美好 但是每一个都带着善意来 但是为什么会有这种结果呢 为什么会有冲突 为什么会彼此伤害呢 我做牧者很多年 我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教会里头原则没有很大的问题 但是教会里头最大的问题 都是人与人之间的问题 教会里头通常一般的教会 没有财务的问题 没有很多一般公司所要担心的 教会里头的问题 大部分都是人与人之间的问题 但是问题就在人与人之间 财务的问题好像比较容易解决 公事公办 但是人的问题很不容易解决 但是我们今天来看约伯记里头的小组 我觉得很有意思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从约伯记来看小组 我们就知道 原来小组是对人本身有帮助的 有什么帮助呢 我们可以看第一个 从约伯记看小组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见小组是能够帮助 当我们跟别人互动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认识自己 约伯 他的人生原来是非常的美好 在一切成功的背后 他对自己的认识不是很了解 但是感谢神就是正是因为他家里头发生了变故 然后再加上这几个朋友 在谈话的里头 常常有的是暗指 有的是明明的指出来说 你就是有罪 所以你才会有这样子的结果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的里头 反而把约伯他里头的一个隐藏看不见的东西 显明出来了 我常常说 很多的时候我们 如果我们要出门 我们可以照镜子 在镜子里头 我可以看见我今天的衣服搭配的颜色 这个鼻子搭不搭 我领带也没有戴好 但是如果我们这个人的 我的个性 我的品格到底怎么样 通常我看镜子看不出来 那我要透过什么东西呢 很多的时候 人是我的一面镜子 我透过我跟人的接触了以后呢 我透过别人的眼光 他来看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 我透过他看我的眼光 我就更多地认识我自己 但是问题是 如果我们的关系是有点疏离 好像约伯原来跟这些 这些这个以利法啦 或者是索法等等的 他们有距离 好像在茅玻璃 看起来看不太清楚 但是等到 交往越来越 越亲密 那个结果 茅玻璃好像越差越亮 就在这个过程的里头 可以帮助约伯 就透过人 就更多地认识自己了 所以你看 在约伯记里面很有意思 29章 当约伯在那边 自己分数的时候呢 他在讲 他这个 可以显出来一种光景 他是何等的自恋 30章是讲到 他是何等的自恋 可怜的恋 到了31章 他在讲他是何等的自恋 公义的恋 所以当他讲的时候 他没有这种感觉 但是讲完了以后 我相信他立刻的就后悔 为什么呢 因为到后来 神说话了 神在挑战他的时候 神向他发了53个问题 神没有给他答案 受苦的答案 但是他给他了50 他说立大地根基的时候 你在哪里 所有的创造的那个过程 你有参与吗 在那个过程的里头 感谢神约伯他认识了自己 所以就来到这一段经文 是我们大家很熟的 42章5到6节 我从前封闻有你 现在亲眼看见你 因此我厌恶自己 在尘土和如灰中懊悔 过去约伯不太认识他自己 但是经过了这一番 跟朋友的辩论 经过这一番他自我的陈述 反而把他那种自我 显露出来了 就在那个过程的里头 他开始认识自己 他说我厌恶自己了 所以我才要在 如灰中 在尘土中 懊悔 所以这个很重要 感谢神 透过约伯记 让我们认识到一点 在小组的里头 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自己 到了最后一章 到了42章 我们可以看见 更美的事情 就是约伯跟他的这三个朋友 他们彼此的饶恕 然后上帝就更多的 让祝福临到 不但是临到约伯的身上 当然也临到 他三个朋友的身上 所以感谢神 我们进到小组的里头 原来是帮助我们 在彼此的互动当中 更多的认识我自己 就在认识自己的过程当中 我也懂得舍己 我就是认识自己 是何等的自怜 自意 自恋 所以我懂得 把自己放下来 但是也透过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我们彼此饶恕 那么到最后 神的祝福 就会更多的 临到我们的身上 好不好 我们今天就来到 上帝的面前 我们要祷告 无论我们参加的是 什么样子的教会 无论我们所参与的是 什么样子的小组 或者是什么样子的团契 如果我们团契之间 正在跟人在那边摩擦 正在那边 天天我想到 我不想去 我每次去 就好像他们有那种 敌视的眼光 瞧不起我的眼光 但是感谢神 其实在这个过程的里头 上帝是要帮助我们 更多的认识自己 所以好不好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祷告 你说神啊 我要为我教会的团契 或者小组 要来感谢你 这些小组 原来不是伤害我的 原来甚至就是 我有受伤的感觉 也是要帮助我 更多的认识我自己 我认识我是软弱的 我认识我是自私的 常常不顾念到别人的感觉 这个过程是好的 因为我们彼此尾声 我们懂得在你的里面 彼此相爱 好不好 我们就一起来祷告 为我们的教会 我们的小组来祷告 请 Amen 谢谢耶稣 庆祭 Zither Harp 让我们能做一遍的穿 快乐 主要让我们祝福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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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主 今天早晨 主要我们要将我们教会的团契 教会的小组再次仰望在祢的面前 主要很多时候 主要在小组当中我们有许多的难处 主要或许因着看法的不同 主要因着彼此的差异 主要我们可能彼此真净 主要我们彼此伤害 主要恳求祢圣灵来帮助我们 主要让我们真实的 主要让我们的行事为人 主要真的是能够与我们蒙照的恩相称 主要与我们悔改的恩相称 主要恳求祢来帮助我们 真实的认识我们自己 主要当我们在彼此团契的时候 主要我们要明白那个意义是 主要因着祢的爱 使我们招聚在一起 主要真实的让我们在祢的里面 彼此的相爱 主要让我们行出来的都是安慰造就劝勉的 主要因着祢的爱 主要让我们团聚的时候 主要我们就能够 主要彼此的来扶持 主要因着祢的爱 主要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 主要我们乃是一起 主要来跟随主祢的道路 主要让我们知道这条路不是孤单的 主要真的是兴起我们教会里面所有的 主要团契 主要所有的同工们 主要真实的在祢里面 主要我们因着相爱 主要来跟随主祢的道路 主要为主祢来奔跑 主要我们感谢祢赞美祢 我们也要为我们教会的同工们祷告 很可能你是教会里头的同工 但是你最近可能跟牧师有一点不太愉快 你很想做逃兵 你很想跟牧师或者长职会说 我辞职我不干了 但上帝说要坚持 如果他们中间 月薄机里头有任何一个 说我不高兴 我要离开 就没有后面美好的结果 在伤害的里头 正是因为我们非常的在乎 在乎神的工作 我们在乎彼此 所以求主 我们要为教会的牧师 跟长职同工的关系 我们来祷告 让每一个人要坚持走下去 在主的爱的里头 在追求主的那个大原则的底下 我们无论如何 要彼此尾声的服侍下去 在这样子的过程的里头 我相信主的旨意 一定会显明出来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祷告 请 來修御主啊 主啊 主啊 老婆 鼻子肩鼻子上 是的 親愛的大爸父神 孩子感謝讚美妳 因為主妳讓我們不是孤孤單單的 來到這個信仰裡面 主啊 乃是在屬靈裡面有一個家 主啊 就求妳親自來祝福我們 一個又一個屬靈的家 主啊 祢讓我們真實的連結與元首基督 主啊 祢來做我們教會的磐石 以至於主啊 各目著同工之間 主啊 能夠在妳自己的愛裡面 彼此來幫補 主啊 我們說我們看到許多人 以用不同的個性 不同的溝通的方式 但主祢的爱在我们当中 就可以连接我们 主啊我们再次的祷告 主啊若是我们心里面 有灰心丧志的 主啊或者是 那对一切的关系 感到疲累的 主啊主啊那 不管是各牧者各同工 在许多的重压当中 在许多的压力底下的 主求祢自己的爱来医治 主啊求祢的手来扶持我们 主啊使我们 在服侍祢的过程当中 主我们能够坚定 主啊我们能够站在 主祢自己的真理上面 主啊彼此来同工 主啊我们能够立定心志 主啊我们就是要来 彼此相爱 主啊我们就说 我们要在祢的爱里面 主啊来服侍彼此 主啊谢谢祢 祢就成为 主啊我们那样子 一个挽回祭 让爱在这个 属灵的家中 主啊能够茁壮 孩子感谢赞美祢 阿们 我们就 我们一同在神的面前 举手好吗 可能你在电视机前面 但是我们现在 也一样的可以举手 我们要奉主的名祝福 在全世界各个地方的 华人教会 让华人教会 不再是一个 不断分裂的教会 而是分磁的教会 分裂跟分磁不太一样 分裂是恶性的 分磁是健康的 让我们在爱的里头 彼此建造 一同成长 好不好 我们就 同声的来祷告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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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耶稣 我们要奉主 华人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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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能知道我们的 我们的 也能奉主 华人教会 让我们更多的 懂得识 让我们更多的 自己想 让我们更多的 让我们 在我们的 Amen Amen 我们就 直接地唱诗歌 Amen 来 谢谢祖宗 今夜见你 不知是风吻有你 求教你我心中愿静 直到这恩兆 有何能指望 今夜见你 不知是风吻有你 不知是风吻有你 神知你同在 永不离开我 充满信心向前走 今夜见你 不知是风吻有你 就叫你我心中愿静 直到这恩兆 有何能指望 今夜见你 不知是风吻有你 神知你同在 永不离开我 成岗 dash